是淘宝网的会员吗 请注意了 全台60万淘宝网的会员 那么现在被财政部列为头号查税目标 未来只要交易超过是3000块以上 就要向买家来课征5%的营业税 那财政部解释说 以往的营业税都是国内店家代表 不过呢淘宝网是涉及在境外 所以才会改向买家直接来课税 喜欢上淘宝网买东西的民众注意了 为了只要像这样一个1000块的包包 你一口气买三个 也就是说每次消费金额 你一次花到3000块钱的话 你就要自己主动缴5%的消费税 大陆淘宝网号称 在台会员数超过60万人 市场预估他们一年就花了500亿元 上淘宝网买东西 现在财政部决定出手查税 天啊 不好啊 为什么要课税 网路耶 网帕耶 还是会买 因为毕竟网路上购物会比较多元 然后会找到更多的这部分 财政部解释 一般人到超商百货买东西 业者会帮忙民众缴5%的营业税 但是淘宝网设计境外无法带缴 所以改向买家直接客税 淘宝税的行为除了本税要补回来以外 我们要除这个5倍以下的罚款 财政部锁定大户展开查税 有人不满 有人无奈 不过谈到网路商机受阻 他可就气炸了 他没有办法在一个位置取得 你的那个交易资料 那最重要的这个资料 像信用塔的资料 我们是根本就不留 强调自家网路经流的安全性 PC用董事长张洪志炮红金管会 一直阻挡台湾成立第三方支付 根本是活在实际时代 阻碍社会进步 台湾电子商务看来挑战争议可不小 东森财经新闻 黄金云和伦凯台北报导